所以我们学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学会对生活当中任何的需求要有节制不能过分 要看到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好就要加紧修行 对欲望要经常想到我够了 我已经有了 我很满足了 这就是知足常乐呀 珍惜拥有的 不求自己没有的 就会有好的心态 很多人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给自己的未来定位太大 期望直过高 使自己根本无法实现 还要非常的痛苦认为自己怎么这么无能 情绪低落 精神萎靡不振 所以得了忧郁症 有的人做事 只要求尽善尽美 每一件事情都希望是最好的 实际上世界上很多的小事也不要怨天尤人 因为在这个人间它是不圆满的 所以在人间你想做任何圆满的事情 只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哀伤 所以佛法说应该心应该不要随着环境而变 心随境变 你就会永远得不到满足感 所以放下自己的心态 迎接现实的当下 好好的修行 把现在就过得好 胜过你一百个将来和一千个过去